请请唱 今天请请唱我们来聊聊静歌 对耶 当时有一些歌好像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被静掉 是的 在当年的新闻局觉得音乐对人的心理是影响甚远的 所以有一些颓废的或是不太健康的 迷迷之音等等都会着手来干涉静唱等等 那小歌呢 你当时就是有在那个时代对不对 那要不要聊一聊你印象很深刻的 对 当年的静歌有很多 像词曲中我记得像苦酒满杯就不可以 当时被静过 为什么不可以 像那个人说酒能 酒人愁 为什么饮尽美酒 还是不接愁 这个歌就太苦了一点 太苦也不行喔 像在当年70年的时候推行新生活运动 那么像今天不回家 手当其从就碰到了 也就觉得违反善良风气等等 所以这个歌都是当年的一些静歌 原来还有这么多的故事 对今天要来的时候我有看一些资料 其实 其实里面有一首歌我觉得很不能相信 很纳闷而是 他在当时被静了 很纳闷而是 可是十七八岁好像是求学的起见嘛 而且想到少年家 可能就觉得太煽情 那么不鼓励大家太早就动心动情 哦 没想到旺春风还有这段插曲 还有这段历史 那么当然现在来讲这样的一个 在他思想或是词曲方面 完全百无禁忌 当然回想这些 所以当年的这些动作也是见仁见智啊 今天提到这个静歌《望春风》 我们为各位带来这首《望春风》 在这首《望春风》对面穿 芒芽芒春花秋來 平時水啊到 在哪裡 我心來的啊哪啊 小哥你怎麼會唱到 江蕙姐的紅線啊 說得也奇怪 不知不覺唱到紅線去了 對啊 這個歌 就是江蕙在他的這個 新專輯裡面 把這個新曲啊 跟望春風結合在一起的 一個非常好聽的歌 不知不覺還為朋友打了一下歌曲 其實這首歌真的很紅 而且呢這個陶澤也用過 改成R&B的 所以你看這個望春風 他實在 現在來講是一首好歌 值得大家繼續回味 說了說了這個歌才唱了一半 還要繼續把這個靜歌唱下去 來再給我一個Key 她唱了一首歌 全耳無蝸燒 心肉堆 誰敢人出帝 想要問你驚歹世 心來大地爹 想要問你驚歹世 心靜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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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